上個月有個忠實的聽眾跟我說這個農曆年真的很悶,又沒有球踢,真的很想搞些事 他就說他認識一個人可以做到AR足球遊戲出來,亦都很想加上我的評述 再加上他所做的手工曲奇技術 在農曆年推出一個可以跟一班兄弟一起吃一起玩的禮盒 我聽完之後都覺得挺有意思 所以我們就膽粗粗製作了出來 大家只要買了這個禮盒回去用手機對著他就可以玩到這個由我親自評述的AR足球遊戲,很立體,很好玩 而我自己也吃過他親手做的手工曲奇 我太太就說其實有酒店質素,比外面的曲奇好 我太太就最喜歡咖啡腰果和咸味的杏仁酥 我自己就最喜歡白雀茶曲奇 而且價錢也比外面的曲奇便宜 298,兩盒有88折,三盒有83折 如果你是Youtube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還有優惠價268,同樣是兩盒88折,三盒83折 如果你買兩盒或以上會得到我親自設計的環保袋 這個設計我想了很久 用了足球鎮飾和香港特色二盒唯一的設計 希望大家會喜歡 農曆新型期間成功挑戰捧起賀碎杯 還有機會讓我們抽中出來得到神秘禮物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們這班兄弟所做的本土製作 按下這條link或者WhatsApp訂球 回到香港大球場,2021牛年賀碎杯進入十二碼階段 十二碼的主角當然是守滿圓 不知道何兵今次撲不撲倒 這球射得很冷靜,整個夏薩特感苦 這球令我想起94世界杯決賽羅拔淘巴自傲 這個星期二,麥珠直播頻道封閻節目 有另一位女支持會幫忙 記得要多多指教,打進來談波京 曼聯作客阿仙奴,0比0的結果 但其實曼聯較有機會贏的這一邊 大家看看,阿仙奴今天不能出場的球員名單 就會明白了 奧巴美耶,沙卡,泰亞尼 反而曼聯接近個個都可以選來打正選 但曼聯真的錯失了贏球機會 曼聯主場對石斐聯 有曼聯球迷很緊張問我 這場賽事雖然贏了,拿到三分 但只能夠贏到一球球 破密集入到禁區的畫面不算很多 究竟這場球有沒有問題 用不需要批評過敵奧拿 今天我會作出一個判斷 首先我來問大家 曼城現階段最有威脅的進攻點是誰呢 應該都是科登了吧 但科登今天他做拉邊六頁的時候 沒有怎樣得到協助的球 所以他很少能夠沒有球 插入禁區底線接應 原因當然是根杜簡打偏左中長中的時候 就不夠實力上禁區頂幫他 其實根杜簡打中長中的時候 運作就完全沒有問題 他只不過不能夠寄望他做主角而已 這裏我們很理解的嘛 科登唯有反過來 他交球給根杜簡插入 可惜根杜簡左腳在偏左插入之後 地波傳中又不是很漂亮 其實曾經是個漂亮的組織 科登給得很好的 幫到根杜簡破密閘插入禁區 但根杜簡在偏左 underlap就不就腳傳中 偏左禁區頂就差過主角 原因是小詩華今天打偏右禁區頂 不是打偏左禁區頂的 但是小詩華他左腳打偏右禁區頂 就經常都說要擺大位 擺左腳的大位 擺完之後又沒什麼用的 其實沒什麼用都沒什麼所謂 最有所謂的就是小詩華他左腳擺大位之後 就搞到他經常都看不到 費倫托利斯的位置 變了很少交給費倫托利斯 即是今天的右邊進攻點 費倫托利斯就很少得到有主角的協助 費倫托利斯今天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有位可以透過拉邊之後插入 有空位插入 但小詩華真的很少交球給他插入 這個問題上半場最嚴重的 去到半場的時候 哥迪奧娜應該是有提點過他的 所以下半場有些改善 但是下半場的時候 費倫托利斯的速度就已經下降了 所以小詩華上半場他忽視費倫托利斯 是這場賽事的關鍵 小詩華今天去打這個上半場的時候 就是用右邊半主角內切的方法 去打這個中路的主角位 當然用錯方法 你永遠得內切 你都不理就是你最邊的那個進攻點 如果我是最邊的那個費倫托利斯的話 我今天就真的想哭了 尤其是上半場的 明明的機會差不多到我表演了 小詩華又要馬上放回中間 甚至乎立刻轉了方向回左邊 完全沒有過來我這邊給我表演 所以你就會看到小詩華的行為 是不停在消磨 磨滅 費倫托利斯的拉邊欲望 令到費倫托利斯有時候 要故意不拉邊 進入中間來看看什麼事 看看沒有機會拿球 當然有些小時間 就影響了拉邊的狀態 但是小詩華通常都是不理他 另外費倫托利斯也不夠膽 經常交球給小詩華 當然啦 交了球給你 用什麼呢 那個球不能回頭 不打撞場 這些問題就是 令到費倫托利斯和小詩華沒有組織 但是你又留意 只要費倫托利斯在右邊拿到球 其實他今天很有把握去過對方的左後位 所以其實只要幫到費倫托利斯 是落這個底線 甚至禁區底線 就必然有個威脅和危險性 小詩華不交球給他 就勞煩戴亞斯、獲加大腳斬給費倫托利斯 例如8分鐘就這樣入球 戴亞斯斬給費倫托利斯落底線 當然高球是高風險 這次有沙石要通過對方 就是半送禮狀態解不到為 頂回那個球去後邊 益回費倫托利斯繼續衝落底線 接著他用個人能力過兩關 是不是 今天很有把握過對手 之後可以地波傳中 產生耶穌的超級黃金chance 這裡也要稱讚耶穌冷靜 因為那個球是交得有點後了 要調整一下才可以必入球出現 如果不是耶穌的話 可能都不入 例如小詩華未必把握到機會 又例如史特寧更加不可能把握到機會 如果這樣的話 說到這裏 可能你會說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直接把小詩華和根杜簡調位就可以了 小詩華打偏左的禁區頂 他就不會用半主角內設的思維 他只有兩條路打偏左 要不就交直線給科登 要不就自己underlap 就可以幫到萬城最強的進攻點科登 左邊有攻勢就強了 然後右邊繼續有得 就是戴亞斯獲加斬高球 比弗蘭托尼斯一樣 很大機會入兩球 甚至乎更加多球進 我是同意的 我同意這樣說 為什麼哥迪奧拿今天 不是這樣安排 是不是哥迪奧拿有問題 是不是要批評哥迪奧拿呢 今次我又嘗試一下站在哥迪奧拿的角度 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為什麼他今天要這樣做呢 答案就是哥迪奧拿 其實是想更加深層次去嘗試 新振高打偏左禁區頂的能力 其實新振高就是進攻中場出道的 所以今天他打左後衛 控球賽的變形進來中間 再上禁區頂 就可以試到他這個主角功能了 看看可以不可以 其實上半場很明顯的 是不停這樣試 例如耶穌很多支點 故意幫他入禁區頂 不過去到最後就發現 新振高在禁區頂的效果都不明顯 由於今天是想這樣試 所以小詩華就要打偏右 如果小詩華打偏左 就不能夠充分試驗到新振高 這裡就是那個解釋 接著就會出現這個 評論一開始所講的問題 可能你就會說 那哥迪奧拿就是做實驗吧 失敗了喔 拖累了入球的數量喔 那為什麼不是說今天拉開紀錄才做實驗呢 我認為呢 我同意這個說法 但是呢 我就覺得今天就不需要說批評哥迪奧拿 原因就是入了人家幾球之後 就未必有得長期控球賽 那就未必有得做實驗了 一開始做實驗呢 就最能夠看到實驗的真實情況 那況且呢 今天只不過是主場對石飛聯而已 所以呢 其實都有些空間可以做實驗的 那這次呢 我們可以對哥迪奧拿寬容少少咯 那好了 接著可能你又會問了 那這次實驗失敗了 新振高呢 暫時不可以說 很串染到禁區頂主角位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我就覺得不用擔心的 原因呢 就是還有一個人叫做簡歇路 簡歇路去到禁區頂 無論偏左偏右 他都可以嚇串到主角能力 只要你想想就明白了 如果今天不是獲加打正選右後衛 而是打後備的簡歇路打正選的話 那簡歇路就可以在右後衛的位置 上來偏右的禁區頂 幫到佛倫托利斯 小師說就可以打偏左主角 所有問題就迎人而解了 所以今天打後備的這個人 簡歇路現在就很重要了 不過我再強調 今天只需要主場對石飛聯 而既然這個簡歇路 對於日後來說 是這麼重要的 這個球員這麼關鍵的話 那今天對石飛聯 讓他休息一下 不讓他受傷 很合理 所以我今天認為不用批評哥迪奧娜 就這樣說了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再回答最後的問題 就是哥迪奧娜今天又不是很調動 為什麼呢? 有什麼原因呢? 我會再回答大家 再講一下萬成的未來 和球員個別表現 希望大家Patreon支持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